足哥说电影 不知道你能听懂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 国产的剧情片 秋菊打官司 影片一开场 秋菊和小姑子 拉着老公万庆来 到香卫生所看病 这个万庆来 因为跟村长发生矛盾 被村长一招 封门绝火脚踢中了下神 由于用力过猛 万庆来两眼一黑 当时就人事不信 经过检查 医生认为问题不大 开了几部活血化瘀的汤药 让万庆来在家 卧床休息就行了 可对秋菊来说 这绝对不是件小事 虽然自己已经怀了孩子 可要是个闺女呢 万一万庆来不管用了 那么他后半辈子的 业余文化生活 就彻底断送 而且老万家的香坏断 回到家之后 秋菊直接就来到了村长家 把医院开的证明 摆在了村长的面前 村长也是一头将旅 对自己打人的事实 没有丝毫的回忆 秋菊一看村长一副 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 这气儿就不打一出来 转过天就带着小骨子 到乡里要说话 在乡派出所 李公安的询问下 秋菊说出了 这起恶性商人事件的起因 原来秋菊家 打算盖个储存辣椒的房子 可村长说有文件 不允许占用耕地盖房子 万庆来和村长话不透极 就开始对骂 由于村长没有儿子 万庆来就诅咒村长 下辈子断子绝村 这下可戳到了村长的痛点 于是他飞起一脚 就打算先把万庆来给揭搭 李公安说 万庆来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村长只有四个闺女 去年计划生日 又把他老婆给计划 你这不是往人家 心窝子捅刀子吗 秋菊说 那也不能往人家 要命的地方踢啊 万一给踢废了 那我以后可就遭了大罪 李公安说 那这样吧 你先回去 过两天我去调解一下 转过天 经过李公安的调解 村长愿意赔偿给秋菊200块钱 但是绝不道歉 本来秋菊想着这事就算了 可没想到村长 把钱扔到了地上 而且企业十分嚣张 秋菊一怒之下 带着小姑子 装了一车的辣椒 到县里包装 卖了辣椒之后 秋菊和小姑子坐车 来到了县城 他首先花20块钱 请人写了一份申诉书 要说这份申诉书 写的是真有水平 字字诸击 不服可真不行 警察说你回去等信 五天之内 我们会对你这件事 做出裁决 如果到时候你还不服 可以到市公安局 提出申诉 没过几天 县公安局的裁决下来 维持乡里的调解方案 一点都没有变 李公安说 乔远美 这是村长送给你们的点心 人家大小是个领导 别拿村长不当干 人在江湖飘 哪能不挨刀 刘德青山在 不愁没开刀 秋菊说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 李公安说 得饶人处且饶人 已经差不多了 还要啥自行车 本来秋菊打算不再计较 可他一打听才知道 那些点心原来是李公安买的 这就说明 村长根本没有认识到 自己的错误 于是他又装了一车辣椒 带着小姑子 前往市里申诉 卖了辣椒之后 秋菊和小姑子乘车来到县城 然后坐着长途车 前往市公安局 下了车之后 秋菊有点懵了 这东西南北也分不清了 这城里是车水马龙 热闹的不行啊 被人力三轮车 骗走了几十块钱之后 秋菊和小姑子 下榻载了一家 经济实惠的工农旅社 旅社老板张大爷 是个见多识管的老人 由于来他这住宿的人 一般都是来打官司的 因此时间久了 张大爷掌握了 不少法律上的知识 张大爷说 以后关于刑事的 民事的 经济的和行政的诉讼 有什么不清楚的 都可以找我咨询 我全门请了 不客气的说 我就是正义的化身 法律的代言人 要说这位张大爷 真是神通广大 居然连公安局长家的地址都有 秋菊和小姑子 按照张大爷提供的地址 带着厚礼来到了局长家 听了秋菊的反应 局长非常重视 不仅没收秋菊的礼物 而且还用小汽车 把秋菊亲自送回了旅社 秋菊觉得 这次肯定能讨个说法 带着小姑子 高高兴兴的回到了家 而且还专门给老公 买了他好我也好的男保 万青来说 这是最后一次了 以后千万别再热腾 他可是村长 你就算逼他认了错 今后他能不跟他小切穿吗 秋菊说 我看你现在是不讨啊 村长怎么了 他要是不赔礼道歉 这事就没完 几天后 万青来被村长叫到了家里 村长说 市局的负义书下来了 人家认为县里的裁决 县里的调解都没错 建议我在家50块钱 凑够250算是对你的补偿 钱数虽然不是太吉利 但万青来还是受下 可师兄没说清楚 村长不道歉 秋菊哪肯山坛干凶 他二话不说 就把钱还给了村长 然后坐着车 再次来到了事故安局 局长说 既然调解不了 那你就上法院起诉 我给你介绍一律师 这事让他帮你办 律师说 你放心大姐 这事全权交给我办 你就在家等着我胜利的消息 过了没多久 关于村长和万青来纠纷 仪式开庭了 经过审理 法院认为市公安局 和县公安局都没错 秋菊的官司输了 秋菊一看可不干了 接着又向市中院上诉 没过几天 法院来人了 建议万青来去拍个片子 因为当时万青来 被村长踢中之后 又摔了一跤 很有可能肋骨被摔斩 十月怀胎一朝粪便 一天晚上 秋菊因为难产 严瞅着要出危险 情急之下 万青来和接生婆 去找村长抽搐 地区里的山路 村长跑前跑后 可没少处理 秋菊顺利生下了 一个大胖小子 要说这可多亏了村长 村长说一马归一马 这种助人为乐的事 我干的多了 等秋菊好了之后 他如果想告 可以继续告 孩子搬满月的头一天 秋菊和万青来 亲自来到村长家 表示了感谢 并邀请村长 第二天必须去喝酒 转过天 秋菊家摆上了宴席 街坊四邻全都到了 但村长一直没来 这个时候 李公安退这自行车来了 说万青来的片子 结果出来了 肋骨骨折 虽然已经痊愈了 但案情的性质 发生了变化 村长因为轻度伤害罪 已经被拘留了 人刚刚被带走 秋菊一听 当时就懵了 他只不过是想要个说话 没想到会这么演 听着刺耳的警笛声 秋菊跑向了村口 看着自己的救命恩人 被带走 秋菊内心是五味杂陈的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经 两头倔驴死台杠 一个更逼一个将 本来没有多大事 何必造成这个样